凯皇名字很响亮吧 低分段的神器 对抗路的单挑王 操作简单 伤害爆表 但是呢 胜率却不打地 这究竟是咋回事呢 凯是一个很全能的战士 不仅伤害非常高 弹度也很优秀 唯一的缺点就是 腿太短了 很难追到人 也正是因为这个缺点 让凯不能出现在高段局 在低段局 凯可以凭借着超高伤害 砍爆全场 如果想体验那种一刀秒人的快感 凯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到了高段局 凯就彻底变成了上分黑洞 基本上高分段的玩家 都不会选择凯来上分 凯是一个需要发育的英雄 只有在有装备的基础上 凯才能打出那么高的伤害 低段局中的队友之间没有配合 玩家们的操作意识等方面都不高 基本上都是各玩各的 像凯这种操作简单的英雄 也能轻松发育 而中期把装备做出来以后 凯就非常的恐怖了 不管面对什么样的敌人 开启大招冲上去就是一刀 轻则半血回家补给 重则当场包庇 非常的爽快 但是随着段位的提高 玩家的经济水平和游戏理解 也在跟着提升 凯就会变得越来越没有作用 无论是去对抗路单挑 还是去野区偷着发育 凯都不是最好的选择 在对抗路 很多地段局见不到的强势英雄 例如花木兰和夏洛特 在前期就可以凭借着操作 把凯按在地上摩擦 不行的滚血球 不让他去发育 这些英雄不仅前期伤害比凯高 弹度也更优秀 而凯由于英雄特点 除了线上发育 根本就没地方吃经济 团战中的凯更惨 因为没有位移技能 别说瘦个人头了 连助攻都混不当 如果去野区发育 确实可以避免前期就被压制 发育速度也要更快一些 但是高段位是不需要凯这种打野的 高段位的打野分两种 一种是刷野速度快 顺带还能吃线上经济 岁数成型以后 用装备压制对手 带队获胜 另一种是利用前期的超高爆发伤害 不断地搞事情 抓人 拿龙 推塔 在中期就终结比赛 而凯属于第三种 用最慢的发育速度 一直在野区隐身发育 等到六神装以后 找机会去欺负对面脆皮 凯在拥有大招之前 在野区的对抗能力很差劲 基本上随便来个强势打野 不断地入侵野区 就能限制住凯发育 就算没有英雄对凯进行限制 也会因为刷野速度太慢 腿太短等问题 没办法吃更多的经济 在自己六神装以后 对方的装备也都成型了 并没有终结比赛的能力 所以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凯的强大 是被吹出来的吗 回来这段讨论哦 拜拜